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访台揭露中国人权真相 除了台湾朝野领袖的态度引发媒体热议之外 各界也聚焦讨论中国恶劣人权记录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文学家高行健 他以亲身的经历表示 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都很严重 应该如何面对中国维权人士 就看台湾政府的选择 奇迹脱逃中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 访台期间外界再次聚焦中国人权恶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表示 直到现在他都还是中共黑名单 中共压迫人民没改善 台湾应该看清楚 我想大陆维权这些人权问题是很严重的 是一直很严重的 那就看那些当政者们怎么权衡 他把什么利益看得更重要 中国人权问题再次浮上台面 包括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前副总统吕秀莲 台大校长这次都将与陈光诚会谈 而总统否则说 相信陈光诚在与台各界接触后 能见证民主人权 在中华文化土壤中也可深根茁壮 我们应该就如同当年 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 先进社会给我们台湾班忙一样 我们多给他一轮力 中国就多找一天 能够走向自由民主开放 一定是要中国也越来越民主 越来越忠视人权 两岸才有和平的可能 因为现在我们面对了真是一个独裁 而又像盗贼一般的 没有法治的共产党政府 这次接见的执政党最高级别首长 立法院长王金平 原本和陈光诚有半小时会谈时间 不过最后仍以行程太紧为由 取消会见 没有 我们没有见面 没有安排见面 明天时间不能掌握 不能确定 陈光诚此行 包括上央广对中国大陆民众广播 还会与法轮功人权律师等 发表共同著作《中国生死书》 同时并声援其中一位作者 纽约时报摄影师杜冰 杜冰因为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酷刑而造中共囚禁 除了在台北会见政界人士与NGO 陈光诚之后也会下台南与高雄 行唐人亚特电视台湾纵口报道